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如今影视剧的类型越来越多 这部在宣传中国女排精神方面 著名导演陈可兴 中国女排 也开始露出鲁山真面目 但郎平的扮演者影后龚立 却因为国籍事件引发争议 龚立确认将扮演郎平 从演技能力上来讲 这个曾经被张艺谋十分看重的大美人 绝对能够靠实力不重 而从气场上讲 龚立既能驾驭秋 举打官司 与敢于讨要说法的农村 也能镇得住满城近代黄金甲里皇后的角色 由他饰演这铁狼透支撑的郎平 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 不过由于龚立已费中国籍 因此由他饰演激励中国几代人的女英雄郎平 越来越来越少的争议 事实上针对入外籍一事 龚立之前已经做过解释 当时他就表示因为家人的关系而渡计 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龚立与新加坡烟草大王黄和祥结婚 就正式加入了新加坡籍 当然尽管龚立为了生活 做出放弃生活国籍的选择 但是他那段婚姻尊重 还是以遗憾告终 尽管外界对他有颇有微词 但龚立回应 大家都是炎黄紫色 龚立饰演的狼平已经是板上钉钉 或许有人说龚立的身高够与狼平比肩吗 身高169的龚立与184的狼平相差15厘米 尽管有走差距 但是龚立不用真的上场去打比赛 更多的是要用气场和人物的气质 去把龙平 纸子 灰 朱婷等人的霸气展示出来 由此看出龚立的身高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